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关键问题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平均房主拥有多少房屋净值 随着通胀率的波动和持续的高利率,借贷成本飙升 很多人可能会感到无从下手 然而,对于房主来说,房屋净值成为了一个值得考虑的财务资源 根据最新报告,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 房主的可提取净值达到了惊人的11.5万亿美元 平均每位房主拥有32万7千美元的净值 其中21万4千美元可供提取 这不仅显示出,美国房主在经济困境中的潜力 更是他们在财务策略上可以利用的强大工具 然而,提取房屋净值并非易事 在考虑这选项前,必须仔细评估利率、费用和税务影响等因素 这些净值如果使用得当 无疑能为房主提供额外的资金来源 无论是用于房屋改善还是债务整合 所以,准备好迎接这个挑战了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华尔街股市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CBS News的最新报道 内容关乎美国房主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的房屋净值情况 文章详细阐述了房屋净值的变化 以及如何在高利率环境下利用这一资源 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最近的经济背景 尽管几年来通货膨胀持续上升 但最近几个月通胀率有所下降 就业市场也出现了一些疲软迹象 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整体利率环境 虽然这对部分经济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借贷市场依然面临挑战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基准利率 仍然保持在23年来的高点 使得借贷成本居高不下 这种高利率环境对借款人意味着什么 当前个人贷款利率以升至平均12.35% 相比2022年的8.73%显著上升 而信用卡利率更高 几乎达到了23%的历史新高 因此短期借贷工具的成本大幅增加 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沉重负担 然而对于房主来说 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那就是利用他们的房屋净值 根据2024年8月的S抵押贷款监测报告 最近几个月房屋净值水平显著上升 数据显示 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 全美房主的可提取净值总额 达到11.5万亿美元 比上一季度增长了4% 同比增长了9.2% 具体来说 平均房主的房屋净值 在2024年第二季度达到了32万7千美元 比今年2月增加了约28千美元 而在保持健康的20%的净值缓冲的情况下 平均房主的可提取净值为21万4千美元 这一数字也同比增加了约11% 报告进一步指出 大约90%的房主 及约4850万人 在综合贷款价值比 CLTV保持在80%或以下的情况下 拥有一定程度的可提取净值 而在这些房主中 每5人就有3人 积累了至少10万美元的可提取净值 更值得一提的是 有约460万抵押贷款持有者的可提取净值 至少为50万美元 而近120万房主的可提取净值 已经超过100万美元 这些数据表明 全国大多数房主 目前拥有一个强大的借贷工具 可以在当前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中使用 那么 这么多房屋净值 可以如何利用呢 房屋净值 可以用于多种用途 例如房屋改善 债务整合 或者满足其他财务需求 在当前房屋净值贷款的平均利率仅为8.52%的情况下 这无疑是一个较为成本效益的选择 在这一部分 我们将从几个角度来深入分析 这些数据对房主和整体经济的影响 首先 从个体财务管理的角度来看 房屋净值为那些需要资金的房主 提供了一条相对低成本的融资途径 无论是进行房屋装修 支付教育费用 还是整合高息债务 利用房屋净值都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然而房主在考虑提取房屋净值时 也需要谨慎 首先 利率虽然相对较低 但仍会对长期还款造成影响 其次 提取房屋净值会降低你的房屋持有比例 增加未来的财务风险 特别是在房价波动较大的时期 这些风险需要特别关注 此外 提取房屋净值的费用和税务问题 也需仔细权衡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 大量房屋净值的存在 对经济有何影响 首先 这为消费和投资提供了潜在的资金支持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经济活动 然而 过度依赖房屋净值进行消费 也可能带来金融风险 尤其是在房价下跌 或者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 因此 政策制定者需要在鼓励和理利用房屋净值 和防范金融风险之间找到平衡 此外 房屋净值的分布 也反映了经济不平等的问题 虽然大多数房主拥有可观的房屋净值 但这些净值并不均匀分布 少数房主拥有大量净值 而许多低收入家庭 可能没有足够的房产权益来利用这一工具 这也提醒我们 在讨论经济复苏和金融健康时 需要考虑到财富分配的公平性 总的来说 当前房屋净值的上升为房主提供了一种 在高利率环境中相对低成本的融资选择 然而 房主在决定如何利用这一资源时 需慎重考虑 综合评估利率 费用税务影响及其长期财务目标 同时 政策制定者也应关注 如何在鼓励合理利用房屋净值 和防范金融风险之间找到平衡 以确保整体经济的稳定和健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今天我要强调的是 目前经济形势下 房屋净值作为一种借贷工具的巨大潜力 根据IS抵押贷款监测报告 平均房主的净值达到三十二万七千美元 其中二十一万四千美元是可提取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财务资源 可以用于房屋改善 债务整合等重要需求 借用房屋净值比信用卡 或个人贷款的利率低得多 这是一个更为明智的选择 楚天书 尽管房屋净值听起来很吸引人 但别忘了这里有很多潜在的陷阱 首先利用房屋净值等于把你的房子 变成提款机而不是稳固的家庭资产 考虑一下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房地产崩盘 多少房主在那时失去了房屋 一旦房价下跌 你的净值就会蒸发 甚至可能会欠银行更多 谢琪琪 你的担忧确实有道理 但让我们不妨看一下具体数据 根据报告 大约90%的房主在保持80%或更低的综合贷款价值比 CLTV的情况下 拥有可提取净值 这意味着大多数人的财务健康状况相对稳定 并不会轻易陷入房子变提款机的困境 而且利率仅为8.52% 相比信用卡的23% 已经是很有竞争力的选择 嘿嘿 楚天书 你这么说有点像赌徒在赌桌上说 我这次一定能赢 别忘了房屋净值贷款的利率浮动 是根据市场情况变动的 如果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这些利率可能会飙升 再者 借款人可能会高估自己的还款能力 最终可能导致房屋被银行收回 就像20世纪初的房屋按揭危机 很多人正是因为盲目借贷而陷入困境 谢琪琪 你这魔说有点过于悲观了 现代经济环境与上世纪初已经大不相同了 监管机制和金融工具的完善 让市场更加稳定 根据金融研究公司IS报告 4850万房主拥有一定程度的可提取净值 其中每5人中就有3人拥有至少10万美元的可提取净值 这些人经过谨慎的财务规划 完全有能力合理利用这些资金来改善 生活质量 哈哈 楚天书 你这种乐观精神针让人佩服 但现实世界并不是全部背景音乐和阳光普照 根据房地产研究机构的数据 市场风险依然存在 特别是在高通胀和经济不确定性的时期 就拿2024年中期的数据来说 房价波动依然频繁 任何疏忽都可能导致资产缩水 与其借钱 不如先考虑更稳定的财务管理策略 例如增加储蓄或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思想先驱报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